大家好 又到我们见面的时间了 这条视频就想跟大家探讨人大选举 这么伟大的人大选举 云大选举今年有很多过了70岁的被退休 其实退不退休没分别的 大家都知道 人大一年才开始会和政协一样 上去是两个礼拜 比较勤励的人都有做功课 提一些意见 开研讨会的性质 提到一些小小的好意见都很受人赞赏 那就不会的 多少都做一些功课 找个助理做些研究也好 我也有些朋友叫我帮忙 有些什么可以说 又知道我认识中国法律 都提了好意见的 但是这些东西究竟影响到共产党的权多大呢 真是找来说 但是人大常委和全国人大就有些分别了 人大常委其实是一个立法机构 因为很多暂行的法律 包括我们的基本法 基本法是人大常委去立的 不用人大通过的 基本法本身就是人大的法律 你可能不知道 因为其实人大做一条法例出来 可能时间会久很多 但是人大常委很多急一些做的事情 因为人大常委都有几百人 他们会有很多工作小组的 就说虽如此 都是专家做了 然后回常委去拍板 人大常委的身份高一些 就是理论上的实件 代表性强一些 但是香港只有一个还是两个 人大常委 现在就是谭妙宗 他本来是政协 突然间转跑道 上次就转了去做人大 然后跟着做人大常委 那就代替了范徐梨泰的角色 有了这个先例之后 就是说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做过人大 一来就做人大常委了 人大常委重不重要呢 在现制上我的理解呢 当然是较为重要 开会都不是一年一次 一个月就开一次了 但是呢 比如香港这个就很重要了 因为《国安法》之前通过 就只有他比较多一些 当然很多人都收到封 已经赶到行了 但是他什么时候上去呢 人大有没有放在议程呢 他都是临行那天才告诉你 见到了 见不到 那次人大通过呢 之前什么样子 法例是什么内容 完全不知道 是那天他才知道 然后就通过了 立法形式是不是一种立法呢 大家真是心中有数 但是话虽如此 你人大常委毕竟是个身份的东西 甚至乎我都不怀疑呢 在国内其他人士来说 希望了解香港都是靠 问你的人大常委 就是其他常委 香港怎样啊 情况如何啊 你一个人的意见代表了 有些人除了党决定之外 其他人可能意见多一些 有些功效啊 影响政府啊 影响共产党啊 那不是啦 或者你说表意见 谭宇宗那样 当然谭宇宗我们看到很废 坦白说 我觉得上一个范隋 但是似乎个人呢 就学会都很少了 个人也都敢说话一些 头脑都清醒一些 谭宇宗呢 就非常之yes man的 这次没得做呢 都是香港人的福气 这个人是滑不留手的 滑了牙的 当然啦 究竟他是 真的自己不想做 过了70岁 是不是 你说天天去立法会 都还有人啦 70岁打后 70岁不是很老而已 我都差不多啦 不见得身体好 没问题的 如果香港就简单啦 那非来非去北京辛苦 但是只是一个月 去北京一次而已 几天而已 那究竟是他不想做 还是被退休呢 不止他退休呢 其他人有一批 人大常委都被退休了 包括田北辰 就是说过了70岁就不做了 那照计这个 就不是七上八落的例来的 就是 因为人大常委 人大不同官 官啦 官你真的要天天开工的嘛 官都不是啦 现在 习近平新政 真的用得着理的时候 都不用一定要 準时退休啦 八七六八就退休了 八六嘛 那就可以做久一点啦 尤其是这些人大 讲经验而已 那政协呢 政协没有啦 政协多久都可以啦 那董建华是政协副主席 是贵为国家领导人 那已经不清不楚啦 是吧 那今次的看点就是 就是林郑会不会突然间这么厉害 因为他爆冷做了这个 人大常委 那呢 因为他呢 人大常委在建制上 在中国呢 有各级的人大常委的 他是跟政府对等的 是 也是跟法院跟检察院对等的 那是怎样呢 全国人大是选全国人大的 选国人大的人呢 那地方人大呢 呢 就负责监察这个地方的政府 是 监察选举地方法院那些 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那些 是对等的 是 那当然是指人大啦 那如果人大常委呢 就在全国人大休会的期间呢 那整年都休会啦 只有两个礼拜开会而已 那他就行人大的职权的 所以呢 憲政上他有些重要性 那可能都可以发挥一些影响力的 那但是呢 那为什么这次是变化那么大呢 那有两大问题啦 第一就是是不是呢 就是习近平都准备 都是党决定的 你知道所有东西 准备做一次清洗呢 将香港这些他看不上眼的人 是 重新找过一批呢 可能三分一换了人大 那如果你能够换一些聰明的人 我觉得是老师的 那被退休那批都是废的了 大家都看到了 是 做惯做熟了 他们都不会有新意的 包括谭耀宗 特别是谭耀宗的了 那我们都没有什么期望啊 对他 虽然 虽然不是我们选 也希望他做到一些事情的 代表到香港人的 那他永远代表个人利益的 那希望他早些退休去澳洲的儿子 走得到的话 那如果林郑月娥代表了 那问题就相当大的 你见谭耀宗是不肯说 不肯评论 这个全民 那是不是全民呢 那么多人 为什么不是黄岸然做呢 突然间加入做人大 跟着做人大常委呢 没有人这么说的 为什么会是林郑月娥呢 那我们只能说 空月来风 当然是那些原因 那也可能说 试一下吧 试一下先 那国内都一样会做这些事情 放这个试探美球出来 看看有没有人反对林郑月娥 大家这里就要醒一醒 是没有人反对的 暂时 证明这帮香港的建制派的人 因为要香港那帮人选的 当然有个选举委员会之类的 有个选民 那这帮选民呢 其实香港的威选民呢 基本上都是香港的传统左派里面的人 就是根正苗红的人 但是呢 也都是共产党说的 当然他们的意见 假设都是受共产党重视的 因为倚重他们在香港 就是由建国初期到现在 几十年 爱国爱港的人士 但是这几年多了个名字叫做忠诚废物 这帮人很忠诚 不过呢 是废废的 在现在这个新时代呢 在习近平的申政之下呢 究竟他们还能不能发挥作用呢 这个是相当令人怀疑的 那就不用怀疑了 我们就不怀疑的 我们认为都是废的了 所以呢 在这个角度里面 换一些新的人呢 可能都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是吧 换一些年轻一点有为一点的人出来 这个是其一的考虑 所以这帮人是被退休的 但是其二的考虑是什么呢 林郑为什麽是林郑做的 这个就不是简单了 你要换任何一个精英上去 任何一个聪明的人上去 只要他是基本上亲中 那都没所谓了 你要找一个聪明的人 现在你竟然做唯一的人大常委 香港人的就是林郑的时候呢 那他就突然间骑着了 你知道啦 国内的东西 选出来 选就是做样子的 他变成了香港人大的领导 这个呢 我相信在左派圈子里面是相当不高兴 和相当愤怒的一回事 因为呢 几乎是中所周知 林郑之所以走呢 就是给香港的左派 土共圈子里面的人 长年都背脊有关 抹面的背脊 特别是民建联 那很不妥 现在呢 竟然 竟然是他做人大常委 召转头 变成了他领导 香港的外国人 外国人士 亲中意 大家想想这个笑话 是多大 在他们来说 是多难受的一回事 那当然啦 跟香港市民的福祉是没什么关系的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看到这个现象呢 就唯一得到的 可能出现的呢 就是连爱国 近年开始都会内斗的了 他们信不信林郑呢 不信又怎样呢 共产党华士嘛 那现在共产党里面呢 都由集体令到变了一人独裁嘛 一人独裁呢 这个独裁的人 向下一指 我喜欢林郑 那你们全部就没声出了 那这个矛盾呢 这个矛盾呢 相信就不小的 而这个矛盾 将来怎么办呢 我们见那帮人 以前一向都 人前人后都 批斗这个林郑 现在她要出来赞她 要和她合作 那这件事相当痛苦的 我相信是 那在这里呢 虽然这件事我们是没有什么 华视权啦 但是看电影的角度呢 相信这出气呢 是不错的 可以给大家多一些娱乐的 那非常之遗憾啦 我以前做这个 研究中国法律啊 中国宪制啊 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我其实都想过 如果是 一国两制到2049是完的嘛 那怎么变回一个民主的 一国一制呢 民主的呢 我当然 那国内可能和香港条件不同了 其实我们很简单就是 香港就不应该有两个议会 一个叫做人大 一个叫做香港立法会 那就将香港的人大 转为直选产生 然后呢 人大里面呢 由人大去选这个特首 是不是 或者跟基本派特别去选啦 就是独立去选啦 都可以 两者互相监察啦 制衡啦 那样都可以 是不是 那用回人大的制度 不过民主化了 那都是一件可以想的事情 可以发展的方向 那现在当然这个时刻呢 就是有些天马行空了 就是呢 我们怎么完善化这个 香港的制度呢 已经是不会完善到的了 怎么完善化 将它过渡回中国的制度 用人大代替回香港立法会呢 相信很多人寧可呢 就各有各啦 尤其是在建制里面 是不是 你叫它举手 它就很容易 你叫它真的做议会工作 那些人呢 根本就不是那样东西 是不是 但是如果将来 人大变成民选呢 它们又没有位置的了 那这个是讲解二十多年后的事 那现在呢 就相信没有这件事 那会有的是什么呢 会有的就是继续 就是国内那一套啦 逐步就拿来香港啦 那而国内的人大呢 在香港呢 比国内更没有地位 毫无功效的 但是呢 在这些 亲中阵营 小圈子里面呢 是那些争重的位置来的 而这样的角度看呢 它们争重呢 就一定会争出很多是非 那我们呢 就在这边吃花生就算了 好了这个话题呢 说到这里也都完了 那就多谢大家的耐性收听 是吧 我们下一个视频就再 下一个正论再见面了 多谢大家